我問一個 原本自稱是想讀社工系 去幫同人後來想擴闊自己的世界 去讀社會系的特首 做過社會福利處處長的特首 對於理工大學這間學店 去組織一些教社工的老師 他有沒有態度 他那五十億的教育基金 是要來做什麼的 這間社工教育基金為什麼要花錢 現在不知道 我見面問他為什麼要花錢 如果拿那五十億裡面的 百分之一出來 已經解決了今天理工的問題 就是讀人民科學出身 你不是讀會計學出身的 他沒有理由 不了解社工系和社會系 這個人民科學 不是賺錢的科學 有兩個校長 有一個叫潘忠光 在1998年就是政權 唐偉章 就是第十二和第十三屆的政協 潘忠光是佛教徒 他自己是佛教徒 還要加自己的人工 和後勢 他因為 就是在任內 大量投資下去 想將理工 變成應用性的大學 虧了錢 所以就要找楊偉雄和陳正浩 調整 兩個都是在英特爾做Intel工作的 兩個都是不約而同 在2010年加入理工的 就是要為理工 做英特爾方式的事 就是要佔這些全錢 張偉雄後來就加入了鄭州 他是2003年在數碼港做總裁 蝕到媽媽都不認得的人 陳靖浩都在科大做了20年 開創了自負盈規科程 來到這裡和他兩相見合避 就將李康變成一間賺錢的大行 這是一個非常醜惡的事情 你們自己做校長 高薪厚錄 進來將李康變成一間賺錢的東西 你這麼喜歡賺錢就最有趣 是不是?Intel 這幫人 是甚麼人來的? 50億的教育基金可以特事特辦去做事 一個自稱是很關心社會 少年的時候本來想讀社工去幫助窮人 後來想了解這個世界去讀社會 是一畢業的特首 看不到這件事 他還做過社會福利處處長 社會福利處處長就是專門社工 感謝你我 我現在叫梁國雄 我現在挑戰你 你快點就這件事說話 你那50億的教育基金是來怎麼用的? 你當大學是甚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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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